作品《直觉刻度》十四之七 是作者之前在创作《直觉刻度》系列 比较倾向选取有造型或有意念之题材 本届作品是某天下午 作者到中正路知名长期蛋糕取舰时 无意间在其隔壁柱子上 发现一片被喷成黑白香尖撕铁广告 端注盛酒 一幅水墨抽象山水映入脑海 取相机拍下 转成画作 起初试图原貌再现 完成后直觉有些松散 某天心血来潮 在画面上加了长短宽窄四条红线 意外感觉整张画甚为紧密结合 令人自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